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移民潮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英國政府在昨天宣布 將會撥款四千萬磅 折合大概四億六千萬港幣 就是會啟動一個 BNO公民融入社區計劃 主要就是要協助香港人 在英國不同方面的需要 另外學校也會獲得專門的教育資源 以便向學生教授 香港和英國之間歷史悠久的聯繫 第二宗消息 有媒體報導 移民潮將會導致 前線醫護的斷層 尤其是在公立醫院 將會特別嚴重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BNO公民融入社區計劃的詳情是怎樣的 英國政府將會在全國設立12間的營申中心 為香港人 提供住房 教育 和就業機會等的諮詢服務 從而在英國展開新的生活 另外又會為市議會提供資金 以便在有需要的時候 衛生到英國的香港人提供更多的幫助 包括了的就是 在住房費用方面的協助 和學習英語等等 另外英國政府 又會為學校開發專門的教育資源 以便學校可以向年輕人傳授 英國對於香港 和香港人的歷史聯繫 和承諾 以及介紹在英國的華僑和港僑的貢獻 蘋果就報導 有份參與這個項目的官員就透露 內閣裏面是有部分成員擔心到 教育這些 香港歷史有可能會觸動到大陸的神經 本來就想避重就輕 甚至乎不去主動處理 但是最後就有內閣成員認為 這件事是會關乎到英國年輕的一代 如何來看待香港人 認為 香港和英國的關係 甚至乎香港在97之後的遭遇 是會有助於 BNO公民應對歧視 於是這個方案就最終獲得通過 實際上來說 英國政府在這個BNO議題上 我認為 就已經是幫到很盡 根據我在網上的觀察 事實上來說 有不少 可能上了年多的香港人 他們就在網絡上表達出一種憂慮 究竟他們去到之後 能不能夠適應得到當地的生活 能不能夠融入得到當地的社群 而且他們另一種擔心 他們可能的英語水平不是那麼高 於是會延伸到 究竟在就業方面 會不會出現困難 到底如何提升英語水平 以及他們會擔心 在五年之後 要考英文試 怎麼辦呢 其實 現在英國這次 BNO公民融入社區計劃 就已經解決了他們大部分的憂慮 還差一步就是 到底他們有沒有決心 真的移民去英國 當然每一個計劃剛剛提出來的時候 都總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但是我覺得這個計劃都已經想到幾周到 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他們也強調了 香港和英國之間 過往的歷史連繫 以及英國對於香港和香港人的承諾 這件事就相當重要 因為我也看到有些家長就會在網上表達出一種擔心 就是他們去到英國之後 到底怎樣能夠使得 他們的下一代 是會對於香港的情況 和歷史是有基本的認知 因為始終 香港 都是香港人的根 如果下一代完全忘記了香港的時候 當然這個是會非常可惜 現在英國政府 就已經想到這件事了 當然有些人會建言 我相信在背後 就會有相關的教育 有專門的資源 會開發出來 其實這件事都相當重要 因為就會使得 香港移民的下一代 不會完全跟香港失去了連繫 至少你在教育上 在書本上 都會獲取得到一些關於香港的訊息 關於香港的歷史 不會完全 一無所知 或者毫無頭緒 這樣 起碼還能夠跟香港保留到一定的連繫 英國政府推行的 BNO公民融入社區計劃 其實就是對於那群 毫無營養的 陰謀論者 打臉 有些人經常傳來傳去 英國政府現在 接收你這群人 無非是為了你的錢 如果他純粹是為了你的錢 其實他沒有必要 照顧你的感受和你的需要 因為 無論英國政府 做與不做這些計劃 其實一定有很多香港人 會移民到英國 因為移民門檻 事實上降低了很多 而英國政府現在推出的這項計劃 在背後明顯 做了很多功夫 包括認真地聽取了 有關於BNO移民 他們到底有什麼需要 有什麼憂慮 其實在這個計劃當中 大部分都是有提及到和有相應的解決措施的 當然到最後能不能夠解決得到 這個就會是 似乎每一個人不同的情況 但是至少這個計劃就已經是展現出一種的人民關懷 起碼就看得到 這個政府真的會聽取民意 在聽取完民意之後 真的會歸納出一些解決辦法 是會幫得到那些新去到英國的人 這個又體現出對於人的基本尊重 其實都很重要的 因為有些地方未必有 所以那些二等公民論 全能破產 還有什麼好說呢 怎樣二等公民法呢 其實BNO移民過到一定時間之後 就可以登記做選民 就已經可以行使他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 而且不單止是行使投票權 還有就是可以行使言論自由 那些笑容別人是二等公民的人 到底有什麼好笑呢 到底哪一個才是二等公民呢 然後我們就去看看 關於媒體報導的 移民潮可能會導致 醫護斷層的消息 事實上也說 移民潮是真實地發生 相信沒有人會質疑 這個基本事實 當然 移民潮既然出現的時候 就肯定會 包含各行各業的人在裏 當然 醫護人員也不例外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委員會長馬仲義說 在過去的半年 他自己的朋友圈子裡 就已經有四到五名的中層專科醫生辭職 有人就已經是移民走了 有人就將會在短期之內出走 至於在未辭職的醫生當中 加快送子女出國留學的 更加就是不計其數 馬仲義就慨嘆 以往通常都是剛剛畢業 而向往外國生活的年輕醫生 或者是退休醫生 才會選擇移民 在醫管局做了十幾年的中層專科醫生 一向都很少說會辭職走人 因為他們要放棄了穩定的事業 以及收入 去到英國執業 就要從較低的職位做起 薪酬可能 比起香港就小禁一絕 現在連最穩定的人都開始走 就反映了社會不安的現象 另外 香港專職醫療人員及護士協會幹事劉凱文也說 護士都出現了移民潮 相信是跟本地政治氣氛緊張有關 認為未來也會有更多的醫護人員 考慮和規劃移民 其實在這個醫護的移民潮當中 目前目前看到的 就是公家醫院的醫生和護士較多 其實都無可厚非 第一因為公家醫院的醫護人員 其實在香港也是打份工作 不同的私人執業的醫生 公家醫院的醫生怎麼能說是大富大貴 所以如果他們有機會可以移民的時候 這些人的成本就會比較低 第二 他們較容易可以去到外國 做回自己的老本行 因為他們也是專業人士 只要能夠考取相關的資格 就可以回到當地執業 為什麼他們不去試呢 其實他們比起很多人都算是好 因為很多人去到英國的時候 是做不回本行的嘛 但是他們是可以的 第三 就是香港的公共醫療系統 資源和人手也緊著 工作壓力又大 他也是打份工作而已 有些人說 去到外國人工 就是少禁一節的 又要高稅率 去到相對來說 工作壓力又沒有那麼大 又能夠尋求得到工作 和生活之間的平衡 外國就很講求這些東西 香港怎麼講求這些東西呢 很多人都說 在香港就叫做生存 不是生活的 沒有那麼講究 所以 那些醫護人員 他本身又有專業資格 又有經濟條件 他們選擇出走 實在是可以理解 以及也無可口非 有媒體就說 可能會導致人才流失 前線的醫護就會有嚴重的斷層 就會令到業內可能清黃不接 這些東西 到最終特區政府 你說會不會想到一個 終極解決方案呢 就當然會有 你當然不是說 等香港大學 或者是等護士學校 慢慢培訓 你說特區政府有什麼 板斧 不就是 整天說來說去那些藍絲說了很久 引入內地醫護 因為有些人都恨了很久 你說最後會不會真的走到這一步呢 我相信也不奇怪 因為吹風吹了那麼久 空月來風未必無因 如果他不想執行這件事 吹來把鬼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